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 中国政府现在开始下令删除社交媒体平台那些炫富的视频 他说原本是说将那些贫富差距暴露无遗的走红视频 这个就炫富视频吧 其实就是炫富,就是禁止炫富 开始整治炫富的网上内容 这个有一个北京的视频博主吧 抖音上有2800万粉丝 他的内容主要就是观光昂贵酒店品尝美食 这个我觉得挺冤的 炫富其实他就是靠这个赚钱的 所以他不得不去这些昂贵的酒店 他说这个视频是被删除的 他有一个视频被删除了 这个视频是在总统套房里 富里堂皇的浴室 从商拿房开始拍摄 把镜头转向套房的餐厅 一名厨师正端着一块美味多汁的牛排等 等他就餐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等他的是一份龙虾早餐 他盘着腿坐在床上 让将他吃下 然后他还对着镜头挥舞手中的收据 这个收据是十万八千八百七十六块 他说他笑着说我睡掉了能卖好几部iPhone的钱 这个人完全就是他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人倒跟炫富没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类似的视频 反正中国政府他也不管 你不管你是干嘛的 他发的这个视频 他一个晚上睡着十万块 他得赚个20万回来 等于他赚30万 他靠这个视频可以 所以他并不是他在炫他自己的钱 炫的是看他的视频的人的钱 说的炫富 所谓炫富应该是自己的钱 或者是中了彩票了 或者是自己一代人赚来的家里的钱 或者是自己努力赚来的钱这种 买了很贵的东西 然后不经意的发一个视频之类的 像他这个视频 还要等厨师 还要安排好厨师 在那边等他 你这个明显就是安排好的 为了拍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为他赚的就是这么多钱 这个炫富就 这个视频被删了就应该是挺冤的 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赞成他 政府他去在互联网上 删除这些炫富的视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说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管理 对这些行为 加大打击力度 处置力度 让网络平台觉得悬着一把剑 那所有中国人都觉得悬着一把剑 这个炫富也没有明确的定义 反正就是他想 他看的不顺眼 他想删就删 这个是重点 这个重点是 政府 中国政府他在炫耀他的权力 这也是一种炫富 他这个打击网络炫富 就是他在炫富 他自己都在炫富 你想怎么可能让别人不炫富 别人即使视频都被你删了 那别人还是炫富 你只改变了一个表面现象 好像炫富的视频少了 实际上 妈的还是炫富 因为你政府就在炫富 炫耀你的权力 无上的权力 想干嘛干嘛 你干一件事情 不用说原因 也不用定义什么是炫富 那你所有人都可以说 你所有的人 你捡破烂的 买了一个汉堡包 或者买了一只烤鸡 你都能说他炫富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说 但是他也没确定 这个炫富是什么含义 所以他在炫耀他的权利 就是说我说什么是炫富 就是什么炫富 我要删什么东西 我就要删什么东西 那你这个怎么可能制止 可能 怎么可能减少这个炫富的 你是 你去禁止网络炫富 对吧 应该是 站在一个道德表的位置上吧 你想树立一个道德 对吧 道德底线 或者是怎么样 按照你的道德底线 实际上 做的事情跟 这个你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不想干 没办法 没办法达成你的目的 那这个炫富 我是赞成这些比较俗的 比如说我这个图片 你要是龙虾脚的话 你就摆个龙虾脚就可以了 旁边还有摆一个龙虾的壳在那边 就是比较愚蠢 比较低俗 就没什么脑子 像这种东西 这种类似的内容 最代表性的就是抖音上的内容 都是这种东西 那你刚刚删的这个视频 也是这个抖音上的东西 其实共产党最希望的就是 被他统治的这些奴隶们 就看这个东西 不去真正的动脑子 不去增加品位 不去了解什么是性价比 不去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他最希望看的就是这些炫富的内容 一旦你知道了解一下 什么是性价比 还有做一些不那么土的事情 做一些比较有品位的事情 那这共产党就管不到你们了 就没办法管你们了 你品位高 有品位 然后你看得到真正的价值 那你一定会聚集起一堆 一些 一众的精英 然后一起站起来 对共产党的奴役 肯定是不利的事情 所以共产党是最喜欢 这类东西的 但是他这个说的呢 又没错 他说禁止炫富这个事情 又没错 确实这些东西内容 看得很土 我平时也绝对不会主动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看了网上大家都在讲 所以我也说一下我的看法 确实这些内容很土 很恶心让人 那这个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炫富啊 这个炫富它本来 嗯嗯 现代文明国家 不见到 你没有见到政府去限制炫富 而且也不是没有炫富的人 炫富的人也有很多的 那普通人看的多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多余的 政府没必要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很土的话呢 那你即使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堆这种豪车啊 豪宅啊 放在那里 即使你人很土 那还是不会有人对你有好感 不会有人去点赞你的视频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人 然后用你的钱 嗯 确实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你的视频呢 让那些没有那么多钱 去接触这些比较 耗费金钱的东西 你让这些人近距离的接触了 那么你也是在用你的钱做好事 炫富也是可以做好事的 也是可以让 没有机会 可以让人知道更多 更开阔眼界 那么这个视频也是有价值的 比如说 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视频播主 它其实是在创造价值的 它也确实是 获得那2800万粉丝的 给他的浏览量带来的收入 它确实是值得获得这个收入 他根本就不应该被分到这个炫富的人群里面 他确实是 他干的事情 就是拍的视频可能是比较土 我看这张照片 我也觉得 但他也是安排好的 他虽然安排好 厨师什么在那里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拍视频虽然有点土 但是在中国这种环境里面吧 他其实还是在做他的工作 他也是在创造价值 他的视频让这些没有那么多钱 每天去接触的东西 接触的 那你看视频不就是看他妈的 自己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几十年都看不到的东西吗 你 他说 他说什么酒店10万块一个晚上 我觉得同样价值的享受 人民币10万 那就是1万多美金 我觉得普通人 如果这个正常结构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话 应该也有一辈子 也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去享受得到 但是你就是你看视频 去看视频 就是看你平时享受不到的 对吧 或者你不能随便去享受的 这个你去看一下 你可能能感触到一些东西 这也是美好 这也是生活的美好 也能给人带来生活的动力 也能给人带来一些愉悦 人一心情愉悦了 那就做事情也效率高 吃东西也好 身体也健康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完全没有不好的东西 你应该禁止的炫富那些官员 床底下 你一抓贪污腐败的那些官员 床底下藏个几亿现金 一个小区99个情人排在那里 挤满一个房间 一个个个询问 这种炫富 你要去 你才应该去 那些人也不会拍视频到网上 对吧 你现在的这种 只是加强你的 对网络自由言论 空间环境的进一步压缩 控制这个言论自由 对吧 炫富 炫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但是 中国政府往往就是 有的时候呢 说的话很正确 但是做的事情是很龌龊 是在 给这个社会带来负面 很多负面的东西 那有的时候呢 做的可能 很龌龊 带来了很多灾难 但是 可能他想的很好 总之 这样说来的话 现实 怎么都是 到最后结果就是不好的 这就是这就是专制独裁的这个坏处吧 永远踩的是那个最坏的最坏的一条路 一步 谢谢大家